嗨,晚上好呀 今天老妈用豆角和胡萝卜来做一个菜团子 首先老妈把一把豆角下锅焯水 里面加入一点盐和食用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盖上盖子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把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把焯好水的豆角切成小颗粒 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接着再切一些胡萝卜丁 把胡萝卜丁和豆角丁放在一起 加入一把葱花 加入盐花椒粉13香调味 再加入蚝油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好的豆角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用筷子继续搅拌,把它们搅拌均匀 最后下手把它揉成一个这样的面团就可以了 用手掐一块菜团子,像这样把它团圆 接着用大拇指按在底部 像这样边按边旋转捏出一个窝窝 把它们都放在笼屉上 上锅蒸20分钟蒸熟 蒜旧里面加入一个蒜片 加上一点盐 用擀面杖把它们捣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里面再加入一个煮熟的鸡蛋 把它们捣碎 把用擀面杖捣碎的鸡蛋蒜盛出来 里面加上一点凉白开 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里面加上一点香油 再加上辣椒油 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鸡蛋蒜的酱就做好了 这个是老妈蒸好的菜团子 配上这个鸡蛋蒜 口感更加丰富 在这个菜窝窝里面 填上做好的鸡蛋蒜 香软美味,营养可口 别提多好吃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